你好 大家好 我叫曾伟 来自河南省库林山市 今年30岁 身高1米2 至今未婚 谢谢 你这是天生的原因还是 对 天生的 出生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小学 尤其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发现跟别人不一样 每次排队总是排在第一名 然后在教学上课呢 也总坐在第一排 一直做了小学毕业 初中毕业 即使在大学毕业 也是坐在第一排 你读的什么专业大学 大专 因为我们那里是煤城 读的是矿山电子 然后毕业之后呢 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这还挺好的 我们以前在这个舞台上 像你这种情况的 基本上都没读到大学 是吧 对 因为他们觉得身高 给自己带来太大的困扰 对 对 你又没有困扰 我也有困扰 董事以后呢 就每次上学 尤其是放学的路上 别人在前面走的时候 回头率特别高 然后 用不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当走到我身后的时候 就会对我指指点点的 说说笑笑 那你怎么回应呢 那你怎么回应呢 我只得当段没听到了 继续乐观的每一天 笑一笑一笑而过 就从来不正面回应 对 不回应的 生活当中哪些地方 是比别人更方便的 哪些是不方便 最明显的就是 平时你们像喝饮料 随手一拧就拧开了 每次我买饮料 我都是拧不开 我都是让那个老板帮我拧 为什么拧不开呢 手的握力不大 或者手的骨头是软的 然后一般买回去之后呢 都是用牙 这样一下一下拧开的 很多人看到我喝水 都觉得很稀奇 人很好笑 我说没啥笑的 我说你没有这样的手 你有这样的手 你也这样拧不开的 再有呢就是很多高度 像开关啊 有的够不到 或者是水龙头啊 有时候都够不到 都挺高的 这是很多很多 不方便的地方 还有尤其是上车 放行李是最不方便的 那是 拿行李不方便 然后放行李也是 最不方便的 每次都就叫别人大哥啊 帮忙给拿一下就行了 这已经习惯了 社会上还是好人 好人比较多的 那你现在的工作 演艺工作 是要经过专业训练的吗 没有经过训练 就是自己 从小就爱唱歌 唱歌是吧 对 虽然大学学的电子 但是毕业之后 基本上就是 一直在演出 就是自己本身就爱唱歌 然后虽然没经过 老师的培训 但是唱得还OK 足以昏口饭 养活自己了 唱一句我听听 好那我唱一首 丁洋花吧 当花儿枯萎的时候 当画面定格的时候 多么娇嫩的花 却躲不过风吹雨打 他的风格是有点那个 有点甜的那种感觉 是吧 演出的时候 一般是狂野的比较多 狂野 来个狂野的 来个狂野的 我没了没了没了 我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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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不够狂野 还不够 这还是情歌 在狂野一辆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在等待 谢谢 你发现没有 他无论唱什么题材的歌 他的那个嗓子口 发出来的音啊 都是很甜蜜的那种感觉 唱情歌容易追到女朋友吗 这个女朋友就是 演出的时候 唱情歌认识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叫肖毛毛 今年28岁 来自江苏淮安 说一下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俩是在我老家认识的 那会儿 我还在工厂上班 然后呢 他那会儿 去我们老家 那个广场去演出 那一天我正好下班 但是我看见一群人围在那里 我都好奇 不知道是干嘛的 然后我都喜欢臭热闹 但是有一个小胖子吧 他看到我在人群中吧 因为我腿 我有点不方便 动过手术之后嘛 我都没 你腿怎么回事 我腿是16岁的时候 动了先天快关节 脱胃手术 然后呢 我就觉得看到他们 特别亲切 过去跟他们打招呼 然后那个小胖子 当时就 跟我要了电话号码 就是小胖子先看上你的是吧 就是看上你了 是真的 是吧 是的 小胖子是你的队友 对队友队友 跟你差不多大年 对 但后来大家都在一起嘛 一起一个团都在一起玩 然后不知道咋的 接触接触 就跟他 跟他玩上了 就是他特别的心善 好比呢 好比呢 去步行街 有很多 要饭的 或者流浪演出的 他一般都是 见一个给一个 然后对我 特别无微不至 然后根本没有嫌弃过我 走 坐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唐琳 我来自四川成都 来个没有警工的人 先上上发 你女儿 嗯 叫什么名字 叫张唐梦耶 她小名叫奥利奥 多大了 五岁半 怎么这么小呢 五岁 嗯 因为她是做过 四次心脏病手术 心脏病 对 你要开四次胸啊 对 相当于 就是她在四岁之前 就是一年一次开胸 为什么要开四次呢 因为她在 第一次手术做的时候 九个月的时候 就是 手术做完不太成功 嗯 情况不太好 我们就说 把眼角膜捐了 医院就说 不接收的 因为她有真菌感染 然后就找了 她的第二个医生 就做了第二次 开胸手术 给了我们希望 第二次手术做的时候 是 把她原来的东西 重复地修补了一下 因为小朋友很小 她换不了机械半膜 嗯 然后管了七八个月 嗯 然后就紧接着 她的半膜就不行了 然后真菌就开始 在那爆发起来 然后就 必须要把她 本身的那种二肩半 拿最小的机械 给她代替 然后就做了第三次 做完以后是 她的灵血指标 就是高了 她就出现 牵探 牵完探 中风的时候 就完全就跟人傻了一样 右手完全就不会动了 包括左手 她也举不起来 所以刚才你看 我抱她上一只船了 好吗 然后就是她 她的那啥 神经她很高 她脚蹬得很直 她不会配合你 所以我要很有力气 才把它抱上才行 知道正常的交流吗 她会告诉你 她肚子饿了 她会摸肚子 她饿了 她会叫人吗 她现在说话 就是一个字的发音 这个样子 你多大年纪 三十 受不了吧 还可以啊 有啥受不了的 人在就有希望呀 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看上去 毫不费力 她说得很轻飘飘 这当中面对了多少 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 再辛苦 也就为了她 她活着就好 她为什么叫小明 叫奥利奥 因为她有个姐姐 叫巧克力 啥意思呢 巧克力跟奥利奥 有什么关系 有了巧克力 就要有奥利奥呀 更配 我觉得你跟你老公 应该是挺浪漫的人 看你取的这名字叫 张唐梦一嘛 我取这名字就够浪漫 浪漫的人 往往有乐观主义先生 乐观是一种心态 但有的时候生活当中 很多具体的事情 总是让人很难坚持下去 比如说医奥克 她从开胸手术四次治疗到现在 这四年花了你多少钱 帮她的医疗费 就花了我将近150万 150万 对 那150万哪来的 给她到处凑 包括有华西医院 有一个蘑菇基金 第一笔钱就是给奥利奥用的 轻松筹刚出来的时候 轻松筹 第一个做的 还有哪些人帮助过你 医院的医生最多 到最后就是说 他们要给我捐款 所以我就不想要捐款 因为捐款只能帮我一时 我觉得靠自己努力和双手得来的东西 更扎实和更踏实 你自己怎么努力的 她现在五岁半 我就做了五年的卫商 卖床品 我就通宵在医院抱着她 然后发货 最后就爸爸在好朋友的帮助下 在成都开了一家烧烤店 然后就是 就因为她生这个病 认识了一个小伙伴 算是奥利奥的病友 她是到24岁以后 才发现她有些天性心脏病 我就和奥利奥去医院 鼓励她做手术 最后我们俩就认识 开了一家花店 然后就是她去年 三月份的时候 她怀孕了 生了一个孩子 然后她现在就照顾女儿 然后我现在就进行花店 和做网上的床 是这些 然后白天就在花店 晚上就去我老公的烤油店 上班 那你是不是因为孩子的病 你认识了很多朋友 很多呀 医院的朋友 然后就是有些患者呀 假如说心理压力大呀 认识的就来找我 至少我可能给他们一点 鼓励吧 就是说不害怕吧 那种感觉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